嗨,我是塔塔,我又来教作业了 有的时候分开就像是秘密的安排 但是我们的内心总是会有个疑问 这次只是暂时分开还是彻底无缘了 也许你们的故事还没有彻底结束 你们只是暂时迷思在彼此的世界里 今天我们会通过塔罗牌来去看一看 你们的分离到底是短暂的插曲 还是一段永恒的告别 让我们一起找到这个答案 看一看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没有完成的故事 那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有三张卡牌 选一张自己最有感觉最喜欢 或者是看得最佳顺眼的 那这个是第一张 这个是第二张 这是第三张 OK,好,让我们放松心情 默念对方的名字 慢慢选 选好的朋友把你选好的组数勾在评论区里面 让我们有着更深的能量上面的链接 来帮助我们对于这种关系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 好,那我倒出三个数了 3 2 1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车牌和节拍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的指示牌 让我们深呼吸 清空一下我们的能量 你们之间到底真的只是暂时分开 还是彻底远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抽五张牌 来看一下它当下的能量状态 对应一下它当下的能量状态 看一下它到底在忙什么 它身边有没有出现一些新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一张逆位的全杖二 第二张一张逆位的死神牌 第三张一张正位的教皇牌 一张一张逆位的宝剑骑士 好,第五张一张逆位的圣杯三 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去看大牌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死神牌的能量 好吧,是我们这一张教皇牌的能量 这张逆位牌的死神牌 我觉得它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真的觉得 对这段感情的未来其实不太看好 好吧,对待你们之间的感情 它会有一些害怕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所以你现在的话去找它 或者说你跟它去联系的情况下面 它可能都是会很冷漠 对,所以你们很可能此时刻 是处在一个断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这一张死神牌 它不是正位的 反而来讲的话是逆位的 也就是意味着你们的情感 可能会有转机,好吧 对,只是说它目前会有一些反感 或者说有一些排斥 对,它心里面其实对待这段感情 是比较失望的 但是还没有到彻底说 你们之间的话完全彻底结束的 这样的一种程度,好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它最近的状态 可能会比较差一些 它最近的状态 可能会比较失落 会有那种真人物尽的 对,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你都别挨我 对,都离我远一点,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看起来的话会比较凶 看起来会稍微有点冷漠 情绪的话会有一些失落 可能睡眠的话也不是特别好 OK,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教皇牌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OK,好,来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话可能 这张教皇牌的呈现 我觉得受到了 它有蛮多来自于父母的 或者说来自于领导的 来自于长辈的 这样的一种支持的,好吧 它自己本身的价值观 可能就会偏保守一点 在它的价值观当中 它可能就是认为 比如说男主外,女主为,女主内 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家族 而且它的家庭环境 对,也会那种 可能我觉得它的家庭出身 会偏保守一点 就类似于那种公职人员 或者说老师 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 或者说是法律方面的 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 所以导致它自身 可能家教各方面 会比较严谨一些 它也会蛮重视家庭 给它提供的一些意见 包括它的家人 对于它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支持的状态 好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 通过这张教皇牌 首先第一个看到 它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 它是比较乖的 对 它的价值观 整体是比较传统的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家人对于它来讲 一直都是有一个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可能是精神上面 会有一些支持 会有一些理解 可能财富上面 物质上面 也会有一些支持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 可能会那种心病的能量 可能会偏少一点 好吧 反而来讲是那一种 加封 知识上面的 精神层面的 这样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会更多一点 好吧 OK好 我们看一些具体的这样的小块 你以为它是这样的能量 所以它当下的状态 可能相对 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糟糕 好吧 OK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全杖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种 暂时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出乎它的意料之外 它最近的行动能力 说句实话 有一点点偏弱 好吧 对 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全杖 稍微有一点点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干什么事情 有一点点提不起进来 好吧 原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像也会有落空 我觉得可能在你们之间 刚开始相遇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有把你去规划到 它自己的生命之中的 好吧 它有可能 对于你们的长远的这样的规划 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的计划 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目标的 但是这个目标可能是什么 对 暂时的话没有达成 好吧 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有你的这样的参与的能量 另外一方面 也代表着它工作的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如自己的预期 好吧 OK 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 剑骑式牌 我觉得对方的话确实是蛮年轻的 好不好 非常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它做的事情 是那种目标性特别强的人 好吧 非常的聪明 口才很好 智商也很高 目标性的话非常的强 反应非常的快 做事情风风火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我觉得它最近可能就是真的有一点的遇到挫折了 好吧 对 有一点点可能 可能就闯了一点祸 好吧 然后遇见了一些麻烦 可能也正是因为自己可能目标感太强了 所以导致可能这件事情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反而来讲会有那种事与愿违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在情感当中会呈现出一种状态 它会对你有远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它会有一种恐惧逃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对 OK 可能你们之间的话会有一些争执 我也争吵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逆尾牌的圣杯三 我觉得圣杯三在这里面的出现 我觉得代表着它可能是会有一点点拒绝去做社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或者能量 我觉得这个圣杯三可能比如说这 对这张叫王牌 可能他的父母已经知道你们之间可能是处在一个分开的状态 好吧 可能有意义的话是鼓励他去多去做社交 多去认识一些异性 好吧 但是他自己本身目前是比较拒绝的 他是可能不太想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或者说在上一段感情当中还没有走出来 我觉得这些能量的话都会有一些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当下的能量状态相对来讲会比较糟糕一些 情绪比较低落 可能事业上面的目标的话也没有达成 情感上面的话也出现了一些挫折 他现在目前并没有说发展一段新的感情的这种欲望和冲动 好吧 对于待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对待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 他主要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OK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他对你们之间 对分开之后 情感的态度主要是什么 好吧 对是后悔还是释怀 好吧 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对就你身上吸引他的点是什么 好吧 对让他觉得 怀疑排斥的点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通过这五张牌的话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一张逆围牌的宝剑王后 第二张的话一张对正伟的圣杯石虫 OK好来一张正伟的就是一张正伟的圣杯酒 好一张逆围的教皇牌 OK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觉得对这一张逆围牌的这样的一个教皇牌 我觉得代表着一种能量很可能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并没有得到来自父母之间的认可和祝福 好吧 没有长辈的这样一种认可和祝福 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在长辈的眼里面是有一点点叛逆的 对甚至是会有一些那种理清叛道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所以他们会对你们这段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比较 对比较抗逼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方本身又是一个比较乖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夹在你们感情和父母对于他的这样一种期盼和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夹缝当中 他自己的话也会觉得很领巴 他会觉得很为难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觉得这是这张逆围牌的这样的一个焦黄牌 所呈现出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是在你们感情当中起到的主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和状态 OK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 在你们分开之后 或者说在你们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身上的哪些点是对他有吸引力的 哪些点的话是他觉得比较排斥比较抗拒的 好吧 好 对还有一张牌就是这张魔术师牌好吧 魔术师牌我觉得在这里面呈现出一个正位的能量 魔术师他会有一种什么能量 他会有那种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行动能力 我觉得他是一种 我们经常去说魔术师他是属于全战国王的这样的一个plus版 全战王牌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版 好 所以这张魔术师牌我觉得代表着他其实对你还是会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 这上面来讲其实你对于他尤其是身体上面会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吸引力 他内心当中其实还是会更倾向你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去说这张教皇牌的逆尾牌代表着他其实会在你们两个人的夹缝当中 会很担心或者说很为难的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张逆尾牌的十神牌 我觉得状态其实就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对线 就是很拧它是处在一个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OK我们再去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牌当中蕴藏着哪些信息 首先的话是这张逆尾牌的对王后牌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觉得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当中 你的能量相对来讲会比较强势一些 有的时候的话很固执 一旦你做好决定之后很难去被改变 而且你还不太愿意去直面问题 对有的时候你们就是为了争吵而去争吵 反而来讲问题摆在面前 你又有的时候在他眼中 你又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又不愿意去对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起双方然后共同去面对它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逃避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和状况 但是呢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你又显得稍微比较强势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他喜欢你的点在于哪里 首先我们去看这张圣杯是从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这张圣杯是从牌的能量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是代表着 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的情况下面 他会有小朋友的这样一种能量 我觉得可能会代表着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 好吧 对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会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这样一个能量 对小朋友的话可能是学艺术的很聪明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这是小小朋友的这样的能量 如果你们两个人是没有小朋友的情况下面 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代表着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感觉 首先第一个他会觉得你在情感方面 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好吧 而且他会觉得你很好哄 对 虽然说情绪上面会有一些波动 虽然对待感情并不是特别成熟 特别理智 但是感情方面的话相对比较单纯 对哪怕生气的情况下面稍微哄一哄 也比较容易让你的情绪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跟你在一起 他能够享受到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同时你在艺术上面的话也非常的有天分 你也可能的话是学艺术的 比如说美术或者说舞蹈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对这张圣杯酒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觉得他其实会能够感受到跟你在一起 他其实是有一种骄傲感 你确实是在他的心目当中你非常的有才华 他会觉得你是跟你在一起 他会觉得很有面子 或者说他会跟朋友去介绍你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很自豪 你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骄傲 对 这个骄傲的来源来源于哪里 可能真的是你 你是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才华的 同时在他的眼中你受到大家的 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和尊重 好吧 对 而且你的人缘很好 你的人际关系的话非常的不错 好吧 对 所以在他的眼中我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你的身上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 艺术的这样的一种气息 好吧 同时你的情感精力比较少 他会觉得在面对你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收获到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他比较反感或者比较讨厌的一点 可能你会稍微有一点点强势 在这段关系当中总是习惯性的会去逃避 对 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对你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状态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爱恨纠结的这样的能量在 你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对你的情感是很正面的 好吧 但是你要参照到一些家庭的因素 可能他就会有那种左右为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星期 来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第二排的能量星期 我们再看一下 那他有没有打算在未来去主动联系你去挽回你们的关系 如果他打算挽回他具体会采取哪些动作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一张逆尾牌的保健室 一张正位的保健室 一张正位的保健室 一张逆尾的圣贝寺 OK好 一张逆尾的保健 保健的能量非常强 风源学的能量非常强 会有那种蛮强烈的这样的一种 漂浮不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你们还会有联络 但是你要指望他有什么主动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像是有一点点困难 好吧 我觉得他整体来讲真的能量相对 会呈现出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张逆尾牌的保健室 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未来会锻炼一段时间 好吧 你们会对有一段时间很难去联系的上 他的整体的心情或者他的情绪属于那种 他觉得很痛苦 他觉得很为难 有一点那种心里死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我又不愿意去接触别人 但是呢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又有很多很左右为难的很难堪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需要去面对 对 好吧 所以他会觉得 对 很痛苦的这样一种能量 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 你们想要去复联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保健7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好吧 我觉得这张保健7的能量 其实有一种逃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有一种 举个例子 你去玩一些大逃杀的游戏的时候 对 你总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不会去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死祸 所以这张保健7它就是有那种大难临头 我先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所以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关系当中 他的选择是什么 是保护自己 对 就是损人利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对 所以他其实蛮渴望 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 就他自己会有那种先抽离出来的这样一种能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量避免自己去受到伤害 所以可能我觉得面对你们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的状态 会比你稍微好一点 可能你也会是那一个更痛苦的那一个 好吧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可能 我觉得他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利己主义 精致利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能量在 对 对所以可能可能 未来他如果想要指望他去转变行动 采取行动 他要 他要有那种能够让他驱动他的这样的一种利益 好吧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他来讲蛮重要的 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现实比较物质 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能量的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宝剑 宝剑四重牌 我觉得整体展现出来的能量 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好消息 因为四重牌本身就是意涵着这样的风源书 好的消息的话会传过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他其实对应的能量 他是对应不算一个好消息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代表着 他在未来的会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 好吧 还是属于那种很飘忽的这样一种状态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的 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失联之后 对然后在你们情感关系当中 两个人慢慢慢慢走出来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再重新建立联系 可能对方还是属于那一种 对保健四重牌 就很飘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你们还是会有复联的这样一种能量 他可能也会去找你 但是他这种找你的能量 他其实内心并不坚定 很多时候他去找你可能更多的是 他身边没有更好的选择 想跟你说 那我们再聊一聊呗 去看一看后面的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呗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对这张保健四重牌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圣杯四 对这张圣杯四 是一张什么样的能量牌 他会开始去接触 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 他会去尝试去接触一些异性 对就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 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吧 对他会开始去接受父母 给他的安排的这样的一些相亲 或者说异性 他会有限度的这样去接触 但是我觉得很难有人去真正走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心 好吧 我觉得他整体来讲还是一个会偏自私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去经历一段感情 他优先考虑到还是说这张感情对于我来讲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好处 或者他会去封闭自己内心真正的一种欲望或者需求 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对双方是不是门当户对啊 一些很具体的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和成分 他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说我喜不喜欢这个人 而是这个人适不适合我 好吧对 OK好 然后这张是逆尾牌的新壁酒 所以他也是呈现出一个很压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我觉得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去想起你 他也会觉得很痛苦啊 会有那种很失眠很焦虑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在 我觉得这是一种状况 好吧 这是代表他自身的在未来可能会面临的一种情境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代表着在未来你们之间感情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会跟你互联的同时会有齐聚找马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吧 会这样的行为 所以现在是将来你们还会有那一种互联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双方对于双方来讲可能还是会在这段感情当中会显得很焦虑 会很痛苦 好吧 对可能最后的结局对双方来讲并不是特别的美妙 好吗 这就是我们第三排这样的能量 OK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觉得你有帮助的情况下 记得给主播 点个赞 点个订阅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在视频里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这是我们第二组的指示板 我们深呼吸 清空下我们的能量 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它站在你的面前 那你们之间真的只是暂时分开还是彻底结束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首先我们抽五张牌来看一下它当下的状态和能量 在忙什么 身边有没有新的感情 新的新人出现 抽五张牌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一张逆位的圣碑7 第二张一张逆位的心碑2 第三张一张逆位的死神牌 第四张一张逆位的女王牌 第五张一张逆位的心碑4重 通通都是逆位的这样的牌 最近的能量状况比较糟糕 好吧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张逆位的死神牌 我觉得这张逆位的死神牌 其实运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它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相对来讲会偏弱一些 好吧 情绪会比较糟糕 会比较负面一些 同时我觉得跟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属于将断未断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好吧 你们现在的问题矛盾非常的大 它对你们的这种关系其实有一点点恐惧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一个彻底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上面 好吧 对你们可能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藕断撕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在整体来讲 它面对你们的这种感情 它多少会显得很冷漠很冷酷 有一点点无动于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甚至是你们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联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黄后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 我觉得这张逆位牌的黄后牌 可能会代表着它张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能最近的话会有销售好吗 一方面最近有销售 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邋遢 好吧 形象上面可能 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情去收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可能胃口的话也不是特别好 我显得会比较的憔悴 会比较失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可能最近经济方面的话也会比较紧张 同时做事情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有一点点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局处 对感受到了来自于生活 或者说情感上面的一些压力 OK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牌的能量好吧 好来首先这张逆尾牌的圣杯契 想法很多 但是迟迟的话没有行动好吧 对这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们从情感的角度 一方面我们从工作的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去讲 他其实会有蛮多的有一点点好高骛远的这样一种感觉 既想做这个又想去做那个 但是踏踏实实真正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却真的是没有一件都没有 更多的是想 他的想象 对多过于他的行动 行动能力真的是有一点点偏弱 对 然后从情感专门来讲 我觉得其实他内心当中的话会有期待 对 会有一些新的感情的这样的一种到来 好吧 他内心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但是很可惜 没有 即便是出现的话也是那种烂桃花的 这样的一种露水情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稍重即逝的这样一种能量相对来讲 会比较强一点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星币2的能量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出现了一点变故 好吧 还蛮大的 不一定是感情上面的 我觉得情感方面的话也会有一点 好吧 这张另一位牌的星币2 我觉得从两个层面的话去看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他工作 可能原本的工作 属于那种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 就不是很稳定 确定性的话会比较弱一些 最近可能这样的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了 好吧 可能我觉得也意味着可能工作的这样的一种丢失 这是一个好吧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星币2他会有一种交换能量 左手到右手 右手到左手的 他这种交换 价值交换的这样一种能量 那在这张另一位牌里面 可能在他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提供一些价值交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的话去靠智慧 在智商去换取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和资源 有的人的话是靠体力 好吧 有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些生存的资源 但可能他最近可能连跟他去做交换 能跟他去做交易的这样的一种人都没有 或者他自己最近会有那种单纯付出 没有收获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围牌的 星币适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去看这张牌 我觉得对方年龄可能不大 年龄的话会偏小一点 会有一点伸手要钱的这样一种感觉 伸手要钱的感觉 我们再联系到这张逆围牌的皇后牌 对我觉得可能 这张牌 会有 会有点代表他母亲的这样的 母后的这样的能量 好吧 就是可能他家境的条件 确实还是不错的 可能从小到大也没吃过什么苦 也没有缺过钱 但是最近可能来自于 家族 家庭给到他的物质上面的支持 变少了 或者说跟自己的妈妈出现了一些矛盾 好吧 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去看第一排的这样的五张牌 我觉得他最近的能量状况 其实非常的糟糕 好吧 对 可能身边的话出现了一些 他自己会有一些 想要遇见一些新人 对 发生一些新的感情 但是暂时还没有 即便是有可能也是属于那种烂桃花 露嘴行园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对 最近的状况非常的糟糕 还有缺钱 工作收入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问题 好吧 对 整个人看起来的话是比较憔悴的 比较落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他对你们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到底是怎样子 他是后悔了 还是 这里放下了 好吧 同时在你们感情当中 对于你 喜欢的点 或者说厌恶的点 分别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张正位的圣杯 一张正位的保健器 一张逆位的圣杯6 好 一张正位的教皇牌 OK 好 一张正位的世界牌 OK 好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在这一组牌当中 我觉得 他对待你们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会有一点点 我们从大牌去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教皇牌 我觉得 他很喜欢你的一点 他觉得你很乖 对啊 或者说我们讲 他觉得你们的价值观上面是很传统的 或者说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不好 对 我觉得可能对方的家人 其实是蛮支持他 有一段比较稳定的这样一种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好吧 反而来讲他的家人 可能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们可能最近情感遇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的母亲知道了 所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生气 他是 就可能拒绝在经济上面 给他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所以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是受到祝福的 对 可能对方的家长就认为 那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了 你之前的性格太飘忽了 对 然后太不稳重了 可能有个 有个伴侣 对 可能对于你的性格 对 对于你的为人处事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对 所以我觉得这张正位的这样的一个教皇牌 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那同时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他也会觉得 总体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你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他是比较认可的 你的这种保守 他其实也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 可能会在这段关系当中 他觉得有一点点太呆板了 好吧 有一点点太那个循规导具了 是这样一种能量 我们去看 他的这张第一排的这样五张牌 他自己本身是会有一点点乱七八糟的这样一种胡思乱想的行为的 本身其实也会有一点点非主流的 比较叛逆的这样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张世界牌 我们知道世界牌 其实代表着图形的这样一种能量 图元素的能量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点 图形的能量的话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张世界牌 其实我觉得代表几个点 首先第一个 从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喜欢来讲 可能你的身材会偏性感一点 好吧 他自己可能也比较喜欢那种身材比较强壮的 或者说比较性感一点的 这样的一种异性和伴侣 或者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性格比较保守 比较敦厚 看起来的话有一点笨笨的 很憨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我觉得这是他会觉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点 可能你平时不这么太管他 好不好 对 会对他稍微有一点点放纵 对 他会觉得在你这里 即便是跟你在一起 他会也会有那种 我自由自在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对我也不要你管 你最好你也不要管我 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有一点点像一个孩子 对他既要又要 他既想要 他又不愿意去承担代价 好吧 他既想去享受跟你在一起的那种 安逸那种快乐 好吧 对 他又不愿意去旅行陪伴你的这样一种责任 忠诚你的这样的一种义务 好吧 我觉得是有这种既要又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OK好来我们具体看一下一些小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首先的话是这一张 对对待你的这样的情感态度 这张圣杯趴在这里面 其实会有一些旧人回归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不是旧人回归的这样的能量 因为他是正位的 这张圣杯趴 我觉得可能 对待你这样 这段情感 他 之所以会选择 可能在这段感情当中 会出现一些矛盾 或者说他有一点点这种背弃背叛的这样一种能量在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目标 好吧 他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他有自己更想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结合这张世界派的这样的能量来看 他可能会觉得你对他的约束 你对他的管控太多了 他其实可能更想要的是自由 更想要的是理想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像 月亮与六边诗里面的主角 什么兰德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他会有他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月亮 他有自己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可能会 会影响到他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在情感关系当中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深层的考虑 好吧 同时我也觉得 他内心其实是很认可你在情感方面 我觉得他对你还是会很喜欢 好吧 整体来讲 他对待你是呈现出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其实是快乐的 情绪上面的话是有非常大的收获的 他也是很尊重你的 他觉得你们彼此的感情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吧 OK 让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对 保健7的能量 那保健7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会有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对待你的这样一种感情 他觉得你们整体来讲 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们还是会有联系的 好不好 还是会有联系的 但是他在这段感情当中 他会有那种很偷鸡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很精致利己的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我一直说保健7的上牌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的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当你们的感情遇见危机的时候 他不会去考虑 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破这个局 让我们一起共同走下去 他不是的他更习惯的一种方式 我自己先跑 自己先留 先照顾自己的情绪 先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会有那种很鸡贼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那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觉得你们现在沟通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还是属于有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因为保健7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最后一张第二牌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王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牌 我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 可能你们的情感发生了一些改变 好吧 我觉得会有一点改变 就可能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他觉得你们这种亲情的能量太浓了 说教的这种能量太浓了 好吧 对 会觉得随着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处 那种爱情的那种激情那种火花的能量 就会越来越弱 你可能平时你对他的也会有管教 也会经常会去说他 会续到他 对 他就会有一点点厌烦 我觉得他骨子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 叛逆这样一种能量在的 所以他其实有点讨厌有点厌烦 你对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教 甚至说我们讲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掌控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觉得 你们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往亲情这个方向的话去发展 是他自己不愿意面对的 他可能更期待的是一种激情 挑战 这种新鲜刺激的这样一种能量 所以我们看这第二排的五张牌的能量 我觉得其实即便是分开之后 他对你的情感状态 他对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远远是大于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怀疑 或者是排斥的 他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是一个很可靠的这样的人 他觉得你生产你的性格 其实都是他非常喜欢的 但是他内心其实我觉得 但是他是有那种对于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渴望 好吧 他有自己想要去追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去可能你们这段干系发生问题 发生危机 真的不是因为有其他的三方能量的这样的介入 至少我们从排面当中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 好吧 可能是他更多的会有一些 形而上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份目标的话你理不理解他都想去追求他 而且他可能会觉得你对于他的管控 对他的束缚太多了 而且他自己本身在情感当中 就会有一些鸡嘴 就会有一些对想要去逃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能量在 好吧 所以我觉得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你的 他对你的印象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好的 我觉得需要知道他真正在意的 或者他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你们之间矛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把这个问题的话找到之后 我觉得你们很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其实就不成问题了 好吧 OK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他有没有打算在未来 对 主动联系你去挽回感情 挽回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首先第一个是跳出来的这张新闭法 好第二个的话是一张顺碑6 第三个的话是一张逆位的保肩膀 第四个的话是一个正位的保新闭9 第五张的话是一张逆位的新闭7 OK好 我们看到土元素的能量相对来讲会非常强 好吧 但是都是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牌 所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对方整体来讲还是对于未来的想法规划 整体还是比较务实的 好吧 首先是这一张新闭8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新闭代表着一成不变的这样一种能量 代表着他有他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 对 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总体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对待他可能在未来他自己的话 重新找了一份对他自己会觉得比较拿手的 比较得心应手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或者说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 好吧 对所以的话在未来他可能自己的收入逐渐也稳定了 他自己的生活重新构建了一套 比较安全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其实对这份系统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于他有很强的适应性 他觉得状态也不错 他其实不太想改变当下的未来 他不太想改变 不太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 或者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体系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他觉得非常的好 很安逸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对所以我会觉得在你们之间的未来 他会重新构建一份安全感 而不是会像此时此刻一样的很惶恐 很焦虑 对情绪的话特别的不稳定 没有安全感也很缺钱 反而来讲我觉得在将来这个问题 他可能会去解决掉 我觉得这是你们情感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圣碑6 好吧 我觉得在未来可能 对方对你们的情感关系 会有一个转换 或者说他的认知会有一个改变 比如他现在对你们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逆味的这样的一个圣碑6 他对待这种心情的态度是一种讨厌的 一种排斥的 你不要去说我 你不要去跟我去讲那么多 我不想听 好吧 他是一种很排斥的这样一种态度 反而来讲我觉得现在在未来 可能他随着跟你分开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慢慢意识到你的重要性 他会意识到原来你这样的一些叙道 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很文心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原来你是一个可以让他去信任的人 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年龄 可能对方的年龄要比你的年龄要稍微小一点点 他会慢慢慢慢在未来这样的过程当中 会 会 重新 我觉得 你们会重新建立联系 重新会建立信任 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我觉得可以 会 会去解决掉的 好不好 随着他认知的这样一种改变 我觉得这种认知的改变 其实归金结底还是来自于他的安全感的这种重新的构建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保健8的能量 那这张逆尾牌的保健8的能量 我觉得可能代表着你们 对于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会出现一些差异 对于他来讲 他其实并没有想过要把这段关系继续往前去推进 好吧 他觉得OK 我可以去我们重新去建立联系 我重新会有一些安全感 但是我其实并不太想升级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是情侣 可能他会觉得我们双方年龄还比较小 时间还不成熟 那可能你内心有考虑过做一些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比如说我们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 或者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我们要面临我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步入一段新的关系 新的婚姻 那对于他来讲 他对于这段关系 他是有怀疑 他是有吃处的 他是很纠结很领巴的 他是不愿意的 好吧 他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会失去很多东西 他会失去自由 他会变得迷茫 他会变得进退失去 我觉得是这张逆尾牌的保健8的这样的能量 他不期待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推进和升华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任职当中 在将来你们会有一些矛盾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正威的新必酒的能量 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着什么呢 我觉得代表着你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对 相对会更强一点 你还是对他会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们去说新必酒的这样的能量 我觉得是这张世界牌的一个弱化版本 对削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 所以你还是很好 你出现在他面前 人还是非常的矜持 对 就像孔雀一样的 对于他来讲 你的外貌 你的性格 你的身材 包括你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 经济收入 都对于他来讲 会有着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吸引力 好吧 对 我觉得这张新必酒 你们的状况 你们两个人会在将来 重新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会复联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 会更从容一点 好不好 会更优雅一点 对 而且生活的品质 我觉得也会有提高 对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最后一张 逆微牌的新笔记 他骨子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甘心在 我们去说 这就是一个人 他好不容易在数字圈里面待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想跳出这个数字圈 他心里面又会不甘心 好像这种日复一日的 这样的一种 在这个里面去去去去赚 去挣这样的一份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 这第三排的这样的一个五张牌的能量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他的一个安全感的构建 他可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有了一份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的收入之后 他慢慢的意识到你的存在 对于他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他并不期待你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去升级 但他的骨子里面 他又会渴望去打破那种常规 他又渴望去经历外界的这样的一些风云 他又渴望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会有一些更多的新鲜感 更多的这样一种刺激感 不要那么刻板 不要那么保守 对不要那么一成不变 我觉得他内心其实会想跟你的话 有一些新的花样 新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和推展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二排的能量信息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 的话记得给你足够 点个赞点个订阅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他在忙什么 他的情绪怎么样 状态怎么样 他身边的话有没有新人的出现 ok 一张宝剑 第二张一张逆围牌的圣碑国王 第三张一张逆围的道调人 四张一张正围的心碧王后 好 第四张一张逆围牌的太阳牌 ok 好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他最近能量状况的话 真的有点糟糕 好吧 会有一点点放浪行骸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ok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这张逆围牌的道调人 这张逆围牌的道调人牌 我觉得他最近会有一点点那种 循欢作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有点像李白那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对 今朝有酒今朝醉 对 千金三金还不来 就会有那种 对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样一种感觉 他可能会疯狂的去出入一些娱乐的 大家很happy的这样的一些场所当中去 去跟别人的话去玩 去嗨 去跳舞 去寻欢作乐 好吧 会有一点点刻意的放浪行骸 放纵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和感觉在 所以有的时候在人群当中会表现的会很低 很高调 甚至是有的时候的话会有一点点像一个闲眼包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面对你们情感危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吧 就是刻意的去麻痹自己 去逃避自己内心真实的这样一种情感 好吧 对 选择放纵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需求 放纵自己的情绪 好吧 通过这样的一些他自己觉得外来 外在的这样的一些刺激来去规避真正和你之间需要面对的问题 规避对你的思念 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 好吧 太阳牌 我觉得这张逆位牌的太阳牌 代表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是比较低落的 我觉得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可能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很开心 很快乐 很光鲜 很亮丽 很年轻 但他其实知道的话这不是真正的他 对 这只是他表演出来的 只是他装的那个样子的 可能他自己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 对 白天那个自己 放浪行寒那个自己 都是自己戴的一个面具而已 好吧 他内心的话其实是很失落的 他内心的话是很晦涩的 他是觉得 他内心是真的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克服 所以他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 对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对 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和问题 是超出了他能力范围之外 好吧 我们看一下你们之间到底的问题 看一下可能出现在哪里 好吧 以及他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首先第一个是沟通出现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对 你们之间可能会习惯性的相互的攻击 我觉得在这个牌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他现在自己的话也是一样 他在工作当中 他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状态 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 明白吧 别人可能一句话没有说 他就先嘲讽上去 他就先一顿输出 一顿是吧 自伤骂怀 就直接输出上去 他在工作上面 他在沟通上面 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是拒绝沟通的 你即便是很耐心的跟大家去交流 他也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回馈和反应 因为他真的不懂如何跟别人去正常的去做一个沟通 或者说他不想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对 逆微的圣杯 光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我们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张国王牌 两重能量 第一重能量的话 人物牌代表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他可能最近的话有一些贪杯 有一些好酒 甚至是有一些酗酒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吧 这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会 会 会稍微 有点放荡 对 会 有一点海王 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最近的这样的状态 可能就是到处脏花惹草 到处循环做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去掩盖 或者麻痹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失落的能量 对 这是第一种能量 我觉得这种能量 可能在这一组牌当中 会 会比较强烈一点 好吧 因为逆微牌的太阳牌 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再年轻的能量 再结合这张国王牌的能量 我觉得可能 对 指向他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向 可能会更多一点 好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代表着 他父亲的 来自于家人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不认可 或者说来自于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好不好 对 而且家人给到他的这样的一个钉子 是软钉子 他不是他 他跟那个权杖 比如说如果是权杖 国王 可能给到他这样的一个反应 给到他打压的话更直接一点 讲你 说你 对 甚至是揍你 对 但是正碑国王他就不是 他就是软钉子 他给你冷暴力 好吧 表面上他们对你不动四色 对你就是爱大不理 好吧 他可能会有来自于这种 家庭的 长辈的 领导的 这样的一种 冷暴力的 这样的一种压力 OK 我再去看一下这张正尾牌的 心臂往后牌 我觉得在你们的情感关系当中 你们可能 对年龄上面的话是相仿的 好不好 对女生可能也是在 30岁 30家的年龄 或者278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好吧 女生的话 心臂往后牌 女生可能会 物质条件下面 会比男生更英识一点 好吧 所以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可能来自于女生的 这样的一种物质层面的复苏 会比男生 会更多 这是一种能量 还有一种能量 我觉得现在她的经济来源 或者说 对 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当中 母亲对于她经济方面的一些支持 好吧 对 这是她这样的能量 OK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这五张牌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的情绪 在外面 循环作乐 在放浪行海 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人简的话 光鲜亮丽 放肆的开怀大笑 但是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会很落寞 她觉得有些问题 我觉得她有点胆小 她有点怯懦 她不敢去真正的去面对问题 甚至是她觉得 她根本连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 她现在就像一只刺猬一样 好吧 无论任谁 都很难跟她有一个好的共识和沟通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达成 她会有一些放浪行海 她会有一些酗酒 她会有一些到处的蘸花惹草 好吧 对 但是可能在生活当中 可能父亲给他的压力很大 但是母亲仍然在表达对他的关爱 仍然在经济上面的话给他一些支持 在你们的情感关系当中 男生的状态可能会更 对 可能女生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会更多一些 好不好 对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搜集到能量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她对你们分开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态度到底是什么 是后悔还是彻底放弃 好吧 对对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好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从哪里来的 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她不喜欢的她讨厌的这样的一些方面是 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首先一张权杖 逆尾牌的权杖王牌 一张逆尾牌的圣贝宝剑石 一张逆尾牌的权杖骑士 一张逆尾牌的魔术石 一张逆尾牌的 对 皇后牌 好我们去看一下 我觉得 我真的可能 对方 对这段感情觉得负面的态度的话会更多一点 好不好 她会有一些逃避 或者我们讲一下放下的这样一个能量是占据着主导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张逆尾牌的魔术石牌 我觉得逆尾牌的魔术石牌 在情感关系当中代表着一种什么 代表着一种表演性质的这样一种人格 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她可能会有一些花言巧语 她也会有一些刻意的这样一些讨好 但是往往她跟你去表达的一些东西 并不是她真实的内心的所思所想 好吧 我觉得在这里面她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她对你没有太多的激情 你们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她跟你说的一些东西 你不太明白 你跟她说的一些东西她也不懂 好不好 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方面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问题 好吧 同时她会觉得你稍微有一点点虚伪 你在她面前稍微有一点点表演性的这样的一些状况 你不够坦诚 你不够真实 好吧 我觉得在这里面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能量 而且你对她的话不够热情 你不够喜欢她 在她的认知当中是这样子 好吧 不够热情不够喜欢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围牌的皇后牌 我觉得这张逆围牌的皇后牌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两种能量 第一种能量 确实你的经济条件会比对方更好一些 好吧 第二种能量代表着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太主动了 女生太主动了 女生付出的太多了 说白了我觉得女生太甜了 好吧 因为皇后牌的正确的姿势是什么 坐在那里 高高照向的 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用做的 自然而然会有人喜欢你 自然而然会有人对你示好 自然而然会有人给你去送这样或者那样的礼物 你不需要去做什么的 你就拥有一切 但是当你是逆围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说明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太在乎了 太主动了 你付出的话可能太多了 超出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承受的范围 好吧 我觉得其次代表着一种意涵是什么 可能你的身材你的外形对方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皇后牌的这样一个能量 他往往就身材上面的话会偏性感一些 对或者说我们讲的有点微胖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可能对方不是特别能接受这一点 好吧 就是第三种能量一种意涵是什么 如果说你们之间是属于已经结婚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要小孩 好吧 他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个对 养育孩子这样一种责任 好吧 他可能跟你这方面会有一些矛盾 会有一些对 他自己不太愿意面对这样的事情 好吧 OK好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权杖王牌 当他分开之后我觉得他已经不热情了 好吧 他已经下头了 他已经不想去跟你之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或者说一种可能性 他分开之后他自己自己解决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这种能量的话会比较强一点 好吧 已经有那种下头的能量了 可能之前的话还很热情 但现在可能这种热情慢慢就消退了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激情是不够的 好吧 不管是这张逆尾牌的魔术师牌 还是这张逆尾牌的权杖王牌 都代表着你们之间缺乏一些激情 缺乏着身体上面的一些火花能量 好吧 OK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保健室 对 我觉得这张逆尾牌的保健室 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不管是正尾的保健室也好 还是逆尾的保健室也好 我觉得逆尾保健室可能会 他的状态 他的情绪会比逆尾的保健室会更低一些 好吧 我觉得这种伤害会更深层次一些 对 来自于心灵层面的这样一种伤害可能会更多一些 他可能会觉得你们之间的沟通 就是是属于那种针尖对卖 彼此之间都会通过一些语言的方式去伤害 去攻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软处 去戳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短处 对 甚至是会有一些相互伤害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权杖骑士牌 他会有一些逃避 他甚至是会有一点想要躲着你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这五张牌的能量 我觉得对方可能 对 真的已经是有一点点害怕 或者说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逃避的能量在 好吧 他几乎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都是偏负面的 所以你们之间 我觉得是有蛮深的这样一种积怨的 好吧 对 蛮深的一种积怨的 这十张牌里面的九张牌的话是逆尾牌 对 说明你们这段感情如果想要挽回 很困难 对 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他有没有打算在未来去主动联络 去挽回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行动 我看一下 对 所以在未来的三到六月的时间里面 他的整个状态是怎样的 好 首先第一张一张正位的新笔9 好 第二张一张逆尾的权杖石 好 第三张一张逆尾的权杖花 好 第四张一张正位的权杖火 第五张一张逆尾牌的新笔6 都是很小的牌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在将来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行动 他的状况的话会有一些改变 会有一些挑战 好吧 一个的去看 首先是这一张新笔9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这张新笔9的能量 对 这张牌 这张新笔9你要去看是谁 好吧 对 我觉得还是会代表着你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觉得在未来 可能你们之间会 会基于一些现实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考量 好吧 可能会重新建立一些联系 对 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他自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又会被你去吸引 对 会被你去吸引 什么原因会被你去吸引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因为新笔9我一直 我的理解皇后牌的一个弱化版 对 削弱版 好吧 对 他如果说他不太喜欢皇后这张牌 他就很难去说对新笔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的话是什么 这个可能性可能在未来 对 你并没有接受 这段关系彻底结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 好吧 所以你还是会持续的付出 同时 对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慢慢意识到就是你的 你的光鲜 你的亮丽 好吧 同时我觉得在未来 可能慢慢慢慢的 你没有那么主动了 你已经认识到了你 对你们之间的问题的这样一些矛盾 你开始变得很从容了 比较优雅了 你开始刻意的跟对方去保持一些距离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对方的眼中 你又重新充满了魅力 好吧 尤其是你在物质上面 就能够给到他一些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好吧 对所以我觉得对方其实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现实的这样一些计较 我们看一下不管是这张新币 对 往后排还是这张 扭 往后排 还是这张新币球的这样一个能量 我觉得你的经济条件 你的物质条件是比对方要好很多的 好吧 所以如果他还会去找你 如果你们之间还会建立出联系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很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这样一些考量 你自己需要注意一些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权杖石 那张逆尾牌的权杖石 我觉得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能量呢 就是 会 大家会很勉强 好不好 会很勉强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会很难克服自己 或者说他最后还是很难去说服自己 对 对你采取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行动 因为逆尾牌的权杖石 代表着他觉得这段关系的话很辛苦 他维持的非常非常的艰难 最后的话还是会失败 最后还是会 对 因为缺乏冲动 导致的话功亏一亏 好不好 对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你们建立一个联系的情况下面 在对方的眼中 我觉得这一段关系 仍然很难保持一个长期的热情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 还有一种能量是代表着他的工作 可能会遇见一些瓶颈和障碍 会很辛苦 好吧 但是辛苦到最后的话没有结果 最后的话 仍然是功亏一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在将来 好吧 OK 好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一张 权杖八 郑伟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八 好吧 这张郑伟牌的权杖八 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两个页 我觉得他还会找你 就是他会去主动的去找你 我觉得可能未来你们之间的话 会不在同一个城市 所以这张权杖 也去主动找你的这样的能量 但你们之间的链接 会相对比较松散 好吧 可能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跟你们在热练期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不一样 会有一种开放式的 这样一种关系的状态在 好吧 这张权杖 或者他内心当中 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理想的 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张权杖国王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权杖国王牌的能量 如果说我们讲 他的年龄的话 是30加 我觉得这张权杖国王牌 还是代表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还是会比较霸道一些 他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仍然会比较强势 或者说他自己想要去掌握你们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主动权 对 在他的内心当中 他还是希望你像以前一样 很很付出 很听他的话 对 你能够被他所摆布 或者说掌控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新币6 好 这张新币6出现在最后 我觉得在他的心当中 即便是他未来去找你 或者说你们之间 重新建立一些链接 可能他的眼中的话 还是一种交换的 或者说 基于现实层面的这样的一种思量 或者说考虑 好吧 对 其实并不是说他真正的内心 比如说一种热爱 或者说他觉得你很重要 或者对你很喜爱 不是的 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现实层面的 这样的一种勉强 或者说现实当中 现实层面的这样一种计较 好吧 OK 所以我们去看这五张牌 我觉得你们在未来 即便是他会对你种种的 有一些负面这样一种看法 对热情能量的这样一种退却 但是啊 我觉得未来他可能还是会 基于一些新币层面 物质层面的这样的一种计算 或者说考量 重新去跟你去建立联系 重新去找到你 但是他其实内心是缺乏 这样的一种冲动 或者说热情的 他还是希望回到他那种主导的 他强势的这样的一种 相处的这样一种模式当中来 你是一个贡献者 他是一个关系当中主导者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去的 好吧 我觉得这一些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绝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 记得给主播点个赞 点个订阅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